大家看完第一段影片之後 我們就會來讀Test Book 裏面的 284 頁 首先會說一下其他形狀的 AC 可以是怎樣 其實 AC 只要滿足一個條件就可以了 在一個Period 裏面又正又負 就可以為一個 AC 的 如果它只有正或負的話 無論它怎樣轉變也好 我們都不可以說它是一個 AC 的 所以 AC 的特點就是 它會在一個 Cycle 裏面 所以它的形狀怎樣怎樣 其實就不太有關係 所以我就會告訴我 其他的形狀是包括什麼 譬如這一隻我們叫 Square Wave 這個就會有正有負 其實你會看到它都是一格格的 所以這個我們就叫 Square Wave 另外一些叫 Triangular Wave 另外一些就叫做 Saw Tooth 即是鋸齒形 這些都是其他形狀的 AC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就會有不同的形狀 好了 我們講完 AC 之外 這樣我們就會講一下 Steady 的 DC 好 它 DC 的特點就是 Current 只是向著同一個方向樓 好了 其實什麼叫 Steady 的 DC Steady 不單是Current 是正還是負 而且它的 Magnitive 還是 Steady 穩定的 譬如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用這個圖去看 好了 如果一個 Steady 的 DC 是怎樣 它的 Voltage 是可以是很平穩的 當然我不是 我是很想畫直線出來的 我畫得不太好 好 但我畫得不單是一個方向 而且它的 Magnitive 也是固定的 這個我們就叫 Steady DC 好 另一種我們就叫 Variant 的 DC 什麼叫 Variant 的 DC 就是一件事 就是它的 Magnitive 是會有轉變的 譬如這個 就是這樣 它會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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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也是維持在 正的方向 或者是負的方向 所以這一種 我們就叫做 Variant 的 DC 好 所以呢 這裡其實我想總管一件事 就是 它是 DC 還是 AC 跟它的形狀是沒有關係的 似乎它是正負 就是來回地轉 知道嗎 錯 好 那我們就去下一版 好了 那這個Example 1 都可以去給大家看看 大家都很經常用的一種燈膽 就是 LED 了 現在家裡是經常用的 原來 LED 有一個這樣的特性 它就只是給電流 向著一個方向流 譬如這個 就是一個Dial 的符號 LED 的Dial 的符號 其實你看到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將一個 AC 駁到 LED 的Dial 裡面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件事我就要去看了 如果我真的去駁一個 Modemeter across 這個 LED 的話 其實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它出來的Current 是會這樣的 我給它進去的Current 例如這個 AC 我Input的Current 我先畫出Input的Current Input的Current 就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的 可以嗎 有正有符的 Input的Current 好了 但是 如果我們真是量度出的Voltage 或者Current 會變成怎樣呢 好 原來就會這樣的 我們就當是Current 但是這個是Output的 原來我們量度出來 就會是這樣的 這樣的 好 因為這個LED 有一個 就是我們用的 平時那些 叫做二極光燈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 只是讓Current 向著一個方向走 所以 如果我們真的駁了交流電 給它的時候 其實它 如果你的眼睛好的話 其實你應該會看到 那盞LED燈 頭那半個period 就會光 接著 就會閉上 接著 又會再閉上 又會閉上 這樣 那你說 我看不到 看不到它 有時開著 有時閉上 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 因為它的變化實在太快了 你的眼睛是捉不到的 所以呢 你們就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 比如說 你用相機拍攝 或者用一個鏡頭拍攝 那樣 其實這個 的例子是怎樣的呢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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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燈去移動 或者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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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盏燈移動,那盏燈自然就會移動 你會發現那盏燈移動的時候,如果進入電芯 整條光你都會看到 你移動的過程,其實也會有電流度 也會有電流經過燈燈 或者經過LED,所以經常會光 但你移動搏交流電的LED 你會發現,中間有些地方是沒有光的 沒有光的地方,就是告訴你 是這一部分 就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因為在中間沒有光的地方 因為有個LED不讓電流過 不讓負的電流過 明白嗎? 所以換句話說,你真的用鏡頭才能拍到這部分 所以在下面這個圖 有時是 有時是燃燈,有時是燃燈,有時是燃燈 在這個情況下就會出現 因為我們的眼睛沒有掃得那麼快 所以我們就看不到是時光時色 所以我們一起去看看它怎麼寫 好嗎? 它就說 LED Y lights up only when the voltage across is above 2.2V 可以嗎? In the forward direction It turns off when the voltage is below 2.2V 好了,我apply in the forward direction 即是說當電流是調轉方向走路 的時候 LED就不讓它過 所以就形成了這個情況 好,我們一起去看看這個 check point 1 voilà,check point 1 其實是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答案是有正有負 即是說它是懂得去reverse direction 其實你都可以回答三個字 reverse direction periodically 其實已經是很標準的答案 接著第二 Determine whether each of the waveforms shows AC or DC 其實我們看看哪一個form是DC或是AC W 你要看見是有change 但問題是W永遠都是靜的位置 所以W是DC 所以DC是W 還有哪一個是DC 我看見是Z 你看見是只有負 所以Z 而AC 就有正有負 包括X和Y 所以就會是X和Y 好 which of falling quantity is the same for all wavefronts in figure A 好 你看到在這四個wave 裡面 有哪一個是大家都一樣的呢 哪一個是大家都一樣的呢 我看到的就是一樣 或者你說兩樣都可以的 就是那個 周期的時間 就是Period 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大家都是在這裏切下去 對不對 大家都是這樣一個周期的時間 對 大家一周期的時間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 一個字很簡單 就是那個Period 就是那個Period 或者是Frequency 你不寫Period 寫Frequency 都可以的 都會是一樣的 好 那 就簡單說了這個 6.1的Direct Current 和Octernate Current之間的分別